我们学过正数是大于一个负数 倒回这句statement 就是一个负数是永远少于一个正数 这个无写就是你的正 如果对于这一条不等式 进行我们学过的四则运算 尤其是对于负数的运算 那又会怎样呢? 如果特别一点我们指定 将这一条息两边都乘以一个负数 例如负2 那结果又会怎样呢? 我们分别看看 这条息的左手边 是变成负4乘以负2 这条息的右手边 我们有正8乘以负2 那这次左手边 就负负得正 就变成了正8了 而右手边呢 正乎得负数 就变成负16 那哪一个比较大呢? 那当然正数大于负数 那是一套影片的第一句 我都这样说的 那正数大于负数呢 那我们就可以归纳出 我们凡是 乘法成一个负数 我们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的方向 是会改变的 本身 左手边 小于右手边的 那现在得出来的答案呢 就变成 左手边大于右手边了 那对于除法又怎样呢? 那我们看看 如果我们 除一个负数的话 又是负2 那会变成怎样呢? 这次 左手边 负4 除以 负2 右手边呢 就是正8 除以 负2 然后左手边 又是负负得正 就变成正2 而右手边呢 就是正负得负 是负4 是的 那同样道理 这次又是正数大于负数 那所以 我们 归纳出 对于乘法又好 除法又好 如果你遇到这个负数的话呢 我们这个符号式 整体来说 这个方向呢 是会导转了的 可以归纳一句 即是今次这个 左手边 小过 原本是左手边 小过右手边 而得出来呢 是左手边 大过右手边的 那有了这个 数字 我们今次用数字 具体点来说 有数字 那如果对于 这个方程式 这些微资数 又如何处理呢? 好像第一条那样 x加3 大于6 那我们知道 要将这个 正3 摔过去 x加3 大于6 那x 就大于6 减3 正3摔过去 变了负数 减3 那 就变成 x大于3 那这个就是答案了 而这一条呢 都是手边一件功夫 x小过 我说等于 6 这个 这个 减3摔过去 就变成了 加3 那就变成 x小过 我说等于9 然后下面那条有 3x 大过 我说等于6 那 把这个 乘3摔过去 就变成了 除3 那 6 除以3呢 也就是有x 大过我 等于2 那由于这个 是正数呢 那这个符号 是不变的 保持住 那 x 除以3 小过6 那 x小过6 除3 就是乘3 就 x 小过18 就是这样 那 遇到负数 遇到负数 我们又要 醒目一点 负数 我们要特别处理一下 今次是x 这个乘以负3 扔过去 就变成了 6 除以 负3 那这个就变成了负2 那我们说过 将这个负3 扔过去的人呢 这个符号是会改变的 那所以呢 我们今次特别用人的颜色 大鱼就会变成小鱼了 那 结果的答案是x小过负2 而右手边这条做完这条 那x呢 小过我等于 6 将这个拼过来 拼过来 就要乘负3 不得止 还要倒转的方向 那 这个就是x大过我等于 这个东西 那整起来之后呢 就会有x大过我等于负18 那 那 不等方程 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关于乘负 对于负数的人怎么处理 那这个是重点 那至于你说加减数那怎么样呢 那这个就要 要说回少少少四得运算的技巧 不是技巧的 一些特别的东西 那我们 凡亲加一个负数的人 其实就是 减法来的 正负得负嘛 那拔了这个括弧之后呢 就会变成一个减法的 那就是这一条 那至于 我们要减一个负数呢 那这个就 负负得正了 就会变成加法了 那也就是 也就是 上面这一条 那具体来说 那就是 那就是 这次的重点 都是归立回去 乘除的这个要决度而已 那至于加法和减法 其实 很早之前就已经说了 那不等方程 的重点呢 就说到这里 就说到这里